Hello 同学们,我是Sofia,欢迎回来 这一期的视频呢,想跟大家做一个口语的小节 在前几期的视频中呢,我给大家讲了PTE口语考试中所有提醒的核心答题技巧 因为是很多刚接触PTE的同学喜欢问我 老师我现在是零基础,我是不是应该去背单词 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只是背单词的话 你背了几个月,对PTE还是一无所知 所以呢,我建议你去了解一下PTE考试形式是什么样的 你需要根据PTE考试的提醒去准备 同时呢,如果说你的单词量比较薄弱 那么你需要在日常复习中呢,加上背单词这个任务 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是在口语的发音流利度、内容三个方面 给大家POSE一下,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会导致你低分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记得点击订阅哦 我接触过不少学生,比如说考了十几次,刷不出来四个八 考了三十六次,连四个五十分都没有考过 这样的同学,他的问题其实不在于说他不努力 而是说他努力的方向不对,他根本不知道自己 哪个地方有问题,虽然天天都在刷题 但是分数却没有见长,对吧 是不是很多同学都有这种苦恼呢 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口语部分 但是如果你其他section有问题的话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需要去找到自己的问题在哪 到底在什么地方丢分了 你有针对性的去刷题,去突破 才有可能提高你的分数 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大家去做模考 录完了视频之后呢,你回过头去看每一个题型 如果说这个题你不知道,你就去网上搜嘛 你找一下这篇文章的答案是什么 你看看自己每个题到底整确的是什么样子的 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再去备考 如果说是盲目的刷题的话 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如果说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之后呢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的PD考试技巧 然后在视频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个案例 之前呢有个学生的朋友来咨询我PD的考试成绩 他大概考了十几次 一直没有刷出四个八分奶 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其实这个学生他的问题在哪呢 其实他真的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只是一味的盲目的去刷分 比如说两个星期去考一次 一个星期去考一次 看到那些成绩呢 我觉得他参加了这么多次的考试 还真是挺可惜的 因为我看到他差不多十次的成绩 分数都是非常类似的 说明他每次考完之后并没有做认真的总结 或者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因为在是疫情之前 他两个星期去刷一次分 其实这个分数 其实这个刷分的频率呢也是比较高的 毕竟要考四个七十九的话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的 更何况他的分数离四个七十九还比较远的时候 他依然是两个星期刷一次 由于疫情期间很多考点关闭 我不知道这个同学是怎么想到 他又报了一场五月份的雅思考试 当我告诉他考雅思 你可能更刷不出来四个八的时候 他说我这一次考完雅思之后 我会再回归考PTE 其实他这个备考之路就有点偏你目标了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成绩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成绩呢 基本上稳定在七十多分 最早他的成绩在六十八七十出头的时候 他就开始了每两周去刷一次考试这种行为 其实我是不太推荐的 如果是这种成绩的话 他应该多次去做模考 而不是说上来就去刷分 这个学生之前找我咨询呢 他的困惑在于写作的分数始终比较低 然后我就圈了几个跟写作相关的分数给他 比如说他的gram基本上都在六十多分 不超过七十五分 说明语法上丢了很多分数 然后呢vocabulary的分数呢还可以 但是他的written discourse 大部分情况下分数都比较低 说明他的essing逻辑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同学刷了这么多次分 最后一次还是三十九 说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逻辑哪出了问题 这就是我说的 他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就是在盲目的去刷分 再比如说大家看一下他的口语成绩 虽然好几次都是在八十多分 已经有巴扎的成绩了 发音的分数还挺高的 也都在八十以上 但是呢流利度的分数并不是很稳定 你比如说倒数第三次 all fluency是七十一分 最后一次是七十六分 但是这两次的口语成绩呢 一次八十八一次七十七 说明他内容发挥的不是很稳定 对不对 当他的fluency比较低的时候 如果说内容达得比较好 他的speaking的分数可以达到八十八 但是呢流利度71分的时候 内容也达得差的话 那么口语就考不了七十九了 所以呢这个同学呢 还需要再稳定一下口语成绩 另外呢有一个明显的问题 是听力发挥不是很稳定 比如说倒数第三次 听力有巴扎的时候 writing的分数也上来了 最近这两次呢 听力的分数低于巴扎了 writing的分数也比较低 作文有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同学的听力和写作 都没有拿到高分 请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我刚说的这样一些问题呢 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别人问题的时候 会比较清晰 但放到自己身上呢就比较迷茫了 所以呢建议大家不管现在备考在什么阶段 先停下来去分析分析自己的问题 找到了问题之后再去发力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高效的备考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问题 早日考到目标分数 接下来呢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口语小节 接下来呢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口语小节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给大家讲完口语部分呢 我们最后来做一个口语的小节 给大家再补充一个重点的内容 就是你们需要找到自己在content pronunciation 还有all fluency这三项上 你个人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很多同学可能一直很努力踏实的在练习 但是分数呢并没有很明显的提高 很有可能这个时候你遇到的问题 不是说你缺乏练习不够努力 而是你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你不知道自己要如何去做这个分数 才能提升上去 所以呢我们就分这三个部分 再给大家剖析一下 你们可能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那你必须要有针对性的去念 才有提高对不对 首先第一项呢 是我们content这一块哈 这一个呢我为什么放在第一位呢 虽然说口语部分拿高分 其实你往往可以靠all fluency和pronunciation 分数比较高 这个分数就可以上去 但是呢 你的content没有问题是大前提 看过我之前的录制的视频的同学可能会知道 我在口语部分没有按照考试的要求来作答 我的发音和流利度拿过十分的 所以说content呢是大家拿分的前提 你必须要尽可能的我每个题都要按照题目的要求来 那么我们要拿到content的高分呢 首先你要做到accurate content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re你看到什么就读什么 不要漏读错读 如果是repeat sentence呢 听到什么就复述什么 尽可能的把speaker讲话的那一个pattern 节奏给它复述出来 key point 那么主要是在我们的describe image 这一个题型上 它的要求呢 你要把这个图片上的主要的信息 也就是我们一些文字信息 尽可能的给它念进去 然后retail lecture呢 可以内容讲的不好 但是呢 必须要有部分的单词 是跟你听到的音频是相关的 是来自于原文的 不能全部每个单词都是你自己去造的 这样的话content的分数有可能就微零了 Links和relationship这一个呢 主要是在我们的DI和retail lecture上 因为这两个题型评分标志里面都提到了 大家要去把你看到的一些关系 或者是听到的两个事物 它的因果逻辑关系 要给它表达出来 比如说描述DI的时候 哪个比哪个大 你根据这个数据 推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哪个是哪个的几倍 retail lecture里面呢 你记下来的这两个事物 它是因果关系 还是转折关系 还是并念还是递进 对吧 比如说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听到了A is a result of B 你的答案里面 如果你说的是The speaker mentions A and B 你可以拿到大部分keywords的分数 但是呢你绝对拿不到内容的满分 对吧 你必须要达到because或者是result because of这样的能表达出因果关系的字眼 是不是才达到了retail lecture和DI对内容满分五分的要求 但是呢这个呢我在讲DI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到了怎么去处理 DI的话你背一个比较万用的句子 retail lecture呢 如果说你做不到能把关系也准确的描述出来 没有关系 主要呢我们还是把keywords都念到 那么在repeat sentence和retail lecture 包括ancetial question这三个题型上呢 它还考察到了我们的听力能力 用功能的口语还可以 但是呢如果说听力太差了 我听不懂这个问题 那这三个题上我就没法很好的作答 对不对 如果你要你如果你是听力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要加强听力方面的训练 词汇呢 考察到词汇的题型呢 有ancetial question 这个题它会给我们的词汇贡献 大概30到40分 考试的时候就是你做模拟 比如说我只做口语不分 你可能能看到自己 有30到40分的这个分值 它就是来自于我们的ancetial question的 如果说你的问题里面有单词听不懂 或者说答案这个单词你不知道 那说明你的词汇量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够 这是口语里面对词汇有要求的题型 整体口语的题型呢 比如说re这个单词不认识没有关系 你只要会评会读就可以了 repeat sentence呢没有完全听懂 你如果记忆力也足够好 你根据听到的听到的发音 去把它模仿出来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进入pronensation 第一个呢给大家之前讲到了 就是说你发音要高的话 首先原音辅音 基本的发音要标准对吧 不能脱音 不能脱音 如果说这个单词你的重音是错的 或者说这个单词你把某个音节漏读了 它都会影响到你的发音的分数 第二个呢 sentence word level stressed 就是单词的重音和句子里面的一些词词 要做中读 这个会很影响我们的发音分数 第三个呢 easily understood 那么这个easily understood呢 是指你的声音要能很好的被机器识别 所以说呢 女同学要复识发音 高的同学要注意把自己的声音能压低一点 知道了这以上几点会影响到我们的发音 那么大家是不是可以去找自己的问题了 你是不是因为某一个辅音或者原因发的不好 比如说有的同学短缘音的a发成i 比如说eg发成ig 对吧 或者是双缘音发的不饱满 再比如说辅音有的同学 始终会把那个v发成w 比如说very 发成very provide 发成provide 如果你是对某一个音有问题 那你就针对这一个音 找到一些相应的单词去练 然后把这个单词放到句子里面去练 持之以恒的去练习 是可以把它纠正过来的 这是第一个 大家去找自己是否有某些音发的不好 尽力地去把它纠正过来 第二个呢 就是stress的问题 如果说你的老师跟你说 你没有中读和弱读 然后你又不知道 怎样才算是有中读还是有弱读 那么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你去做更读 你去听标准的 老外是怎么发音的 你比如说你去跟VOA呀 BBC News呀 TED 这样的一些比较纯正的英文 你坚持一段时间 就能找到一点感觉了 同样的intonation 语音语调也是一样的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你们去把一个RA 划分成不同的异群 然后这个异群开始的时候呢 是稍微往上扬 接下来调往下走 据尾呢 语音语调是往下降的 但是如果说有的同学 还是把握不了 什么是声调 什么是降调 又是比如说唱歌 比较跑调的同学 完全意识不到 这是什么感觉 那么还是那句话 你去做更读 你去听别人是怎么读的 你照着他去模仿 也许模仿模仿 你就能感受到 这样一个 语音语调声 这样的pattern呢 最后呢 如果觉得自己 发音非常标准的同学 发现自己的口语 发音分很低 甚至低到了0分的水平 那你可能就要问自己 是不是自己的声音 不被识别 这个声音到底 识不识别呢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大家找自己 信任的老师 去听一下你的发音 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老师的话 就是一听就能判断出来 可能很多同学 有拿一些app 或者网站来练习 然后呢 也能在这些网站 或者是小程序上 看到自己的发音 或者流利度的分数 但是实际上 做模拟的时候呢 却达不到这样的分数 就有可能有这个问题 还最后一个呢 是我们的flowersing flowersing上呢 给大家之前讲到的 我们只要做到了 正确的断句 然后没有吞吞吐吐 卡顿 犹豫 自我纠错 那么你的flowersing 应该就可以拿到90分了 那么还有一些 什么样的因素 会影响到你的flowersing呢 很多同学考试比较紧张啊 如果自己讲的 没有自信的话 你讲的可能 就不自觉的磕磕巴巴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方法不熟悉 什么方法不熟悉呢 你比如说DI和Retilection 老师都已经把方法给你讲了 这么简单了 但是你自己不把模板背到 滚关烂书脱跑而车的程度 你可能在讲这个DI的时候 还得想下一句 模板是什么 那你不就砍了吗 第三个呢 就是词汇量的问题 虽然我给大家说 这个单词你可以不认识 但是你得会读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平时就没有那种习惯 看到一个单词是生词 自己去训练拼读的能力 然后拼读完了之后 再去看一下标准的音标 你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话 你可能看到一个生词 你就不自然的会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去发音 还有一个就是 自己说错了 意识到了就会去揪错 那这个的话也是不行的 所以要去训练自己的心态 错了就错了 不要在乎它 就这一个小地方 根本就没有丢多少分 你前面还有大把的分数 可以去抓 但是如果你因为 这一个小地方卡了 可能影响到你 接下来发挥的一个状态 那你可能之后的提醒 答的也不是很好 最后一个呢 是关于grammatic sentences 句子的语法结构 是否是正确的 有些同学不要在意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他 他把he说成了she 或者把这个ese 说成了are 他就会觉得 我刚刚好像这个句子 表达有误 可能平时跟人交友的时候也是 说完了之后 好像意识到自己 刚刚某个词说错了 然后就会再回想 刚刚那个单词 就导致你卡在这里 没办法继续往下说了 大家一定要摒弃 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我们PT的口语考试呢 不考你的语法 不考你的句子结构 说错了真的没有关系 你就把这个错误的句子 讲得流利自信 你的Floin C 分数就上去了 大家明白了吗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不管是哪个题型 不管你去应对什么考试 哪怕是非英文考试 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连自己的问题 在哪都不知道 那么你的备考 还会很有效吗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